女人身穿一系红裙,在舞厅中央摇曳,昏暗的灯光难掩她绝美的容颜 一旁的男人看得如痴如醉,无善言辞的她在纸上写下一首情诗 递给周瑜后便落荒而逃,周瑜被炙热诚恳的诗句打动 望着男人望在座位上的背包和名片,她决定按照地址去找她 周瑜坐着绿皮火车来到了陈青家,看到喜欢的女生就在眼前 陈青又惊又喜,她将一打情书塞给周瑜 自从上次一变,周瑜的牵引就在她脑中挥制不去 两个年轻人就这样开始了青涩而甜蜜的初恋 周瑜是小镇上的陶医师,日常工作就是在陶器上作画 那些鲜艳的油彩是她生活的永恒主题,她骨子里的浪漫 让她对文艺气息浓厚的陈青十分痴迷 每周一有空,她就会带着自己最满意的作品 往返于三明和重阳之间,只为见陈青一面 就连列车长都演熟了这位为爱奔波的女孩,散叹她的勇气 而陈青也会带着花站在车站,等待那个鲜活亮丽的身影 因为陈青只是个图书馆的管理员 待于一般囊中羞涩,周瑜便善解人意地把约会地点都定在图书馆 热恋的汹涌澎湃,带给了两位年轻人无比兴趣的体验 也给了陈青无限的灵感 周瑜就像是她的诗歌谬词,令她的创作文思全有 不久陈青的诗登上了当地的报纸 她高兴地站在桌子上,为周瑜朗诵着自己的作品 周瑜也像个狂热粉丝一般抱住她 觉得全世界躲在见证着她们的爱情 周瑜的爱就像是炙热的虎颜 温暖人也着烧着人 她为陈青买了一个BB机 让她每次写了新诗都打给自己 她想成为第一个听众 但这样热烈的追捧却让陈青感到了束缚 她只是一个小管理员 诗人作家的美梦离她遥不可及 美貌可人的周瑜也是 周瑜啊,你喜欢我诗呢 太喜欢我诗了 其实周瑜自己也说不清楚 她究竟爱陈青的什么 她不体贴也不温柔 整个人都硬邦邦的 就算周瑜为了找她奔波 在火车上晕倒了 她也只是打电话过来说了句多保重 再也没有多余的关系 爱情的水滚了又滚 终于还是回归了瓶颈 周瑜有些失落 却在病好后依旧带着瓷器去找陈青 此刻另一个男人却闯入了她的生命 你屁股上有快发 男人的俏皮话将女人逗得笑出声来 周瑜是在火车上遇到张强的 她是一名兽医 一眼就看中了气质清朗的周瑜 于是借着想买她手中的瓷器大衫 没想到周瑜气得将瓷器一把扔在地上 她并非是在发火 而是借此发泄近日来和陈青相处的预解 但她这只爽的心子却让张强对她愈发感兴趣 她跟着周瑜上了对面的火车 看着她在中途下车 下车的这站是仙湖站 而周瑜的男友陈青发表的诗意叫仙湖 她这次就是想要看一看 诗中的仙湖究竟长什么样子 可是两人一前一后找了一笑 也没有看到所谓的仙湖 乐呢都有缘有缺 无端也有出油满了 你就记住 心里有就是有 心里没有就是真没有 张强的劝慰让周瑜渐渐平静下来 也让她砍清了自己对陈青的爱 她带着自己的全顾家当去找陈青 其中有自己的作品 也有祖传的瓷器 她让陈青把东西卖了 赚的钱就可以出世纪 完成她一直以来的心愿 不仅如此 她还为陈青准备了一个惊喜 那就是一个诗歌分享会 她解信像她这样优秀的诗人 值得全世界的关注和鼓务 然而尽管周瑜顶着烈日发了好几天的传单 到了约定的时间 还是没有一个人来 陈青被受打击 她那些酸溜溜的诗句 似乎只有周瑜一个人在乎 她将手中的诗迹禁数丢掉 离开周瑜去了西藏 前段时间馆长就找到了她 宣布了她即将被警检下稿的消息 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神情云造 诗歌会的失败彻底击垮了陈青的自尊 她只能一走两只 被留下的周瑜却不可自拔 她依旧每周坐火车去找陈青 在他们约会过的路上一遍一遍的疯热 张强看不过去她的状态 特地找了条件不错的男人和周瑜相亲 可周瑜却没有看了上演 浪漫的实情话语谁都喜欢 你要说过日子 那是另一条人 但这次张强的劝慰却没能开导的周瑜 她依旧一遍遍去着陈青的家 而张强始终缘落陪在她的身后 终于有一天 张强约周瑜来到一个人工湖边 向她表明了心意 然而看着省下烈焰的湖水 周瑜又想起了陈青的心 女人望着飞驰的火车 在站台上狂奔坠赶 可无论她怎么努力 依旧无法赶上这列错过的火车 她在深秋的暮色中哭泣 不只是位火车 更是位无法挽回的爱 周瑜终于明白 她和陈青就像是两列相向而行的火车 再努力也无法有结果 此后周瑜渐渐变了 她变得平静而内敛 接手身边总是出现的张强 甚至会像个女主人一样 在张强家掌勺招揽客人 可每当张强想要靠近时 周瑜都表现出强烈的矛盾 她还是不甘心 张强虽然务实安稳 身上却缺乏周瑜想要的浪漫 就好像她表白选择的人工 总是不若仙虎那般出产 唯一的一次动摇是再次出发去重阳的时候 望着身后等待的张强 周瑜犹豫两久后还是下了红车 可她并没有看到张强的身影 因为张强在她上车后 也买了一张去重用的票 她没在车上找到周瑜 于是便按照周瑜的描述坐上冷车 又跨过一条江 走着这条周瑜走过无数次的路 感受着她去找陈青的心情 次日她回到家里 却发现周瑜躺在自己的床上 这一晚她没再抗拒她的靠近 可张强还是感觉她离自己很远很远 周瑜最后还是坐上了远行的车 次日一早 她跟张强告别 打算继续追寻自己的爱 虽然张强紧紧暴露她 一遍遍地让她忘掉陈青 但爱是不能替代的 我现在明白了 其实 爱人就是你的眼镜 它会让人更加清楚地看清自己 周瑜去火车站的那辆车在路上除了意外 她死在了求爱的途中 周瑜就像是火车一样 永远开往不同的站点 茫茫露露永不停歇 却又在寻找的途中一无所获 或许从实之中 她喜欢的都是这样追寻的感受